這個叫獨立媒體 獨立媒體就是 稍微媒體在上面 上面不是說它可能是比較大一點 人多一點這樣 我們公民記者這樣一顆一顆 在下面這樣 那中間有沒有一層 所謂的獨立媒體 就稍微也不是很大 可是有主思一點 然後自主性很強 可以爆 自主性 沒有多少高層 高層 你只要有帳號 全部的文章 就跟PayPal一樣 你要是一個作者 就登錄作者有帳號 我也有帳號 可是他們一直叫我PO東西 我都沒有PO 跟PayPal一樣 就是你申請帳號之後 你就都可以登錄文章 不相還之 還要經過主編挑男人進去 哈哈哈哈 那就是他 你的品質稍微優勉 沒有啊 有好有壞 比如說我們以PayPal來講 那個字裡不知道會不會看到 就是以PayPal來講 雖然我們號稱有 有五六千個公民記者 六千個 六千個 六千個公民記者 然後上面的報告那麼多 可是 有些你真的是不想看 對不對 不是我上次看到 燃料所以要徵收也在上 台照所以要徵收也在上 啊 我們要這樣的公民新聞 你要做什麼 對不對 那假如說那個東西 登到環子去 最想一定會被罵慘 對不對 不是退稿 登上去他會被罵死了 所以環子 怎麼在登燃料水 這樣子 所以適當的編輯是好的 所以在PayPal上面 他也有編輯台啊 他有編輯台 你雖然可以PO 你自由PO 可是他編輯台 他會去挑啊 就在首頁上面 他會挑一些比較重要的 貼過來啊 這變成是兩個鬼啊 兩個鬼 他不能說啊 你做的怎麼樣不好 怎麼樣不讓你PO不會 可是你要稍微有一點內容 他才會幫你拉到主頁那裡 我覺得這樣也OK啊 或是我剛剛給你看的那個 那個叫 那個叫PayPal Talk PayPal Talk就是我們再去多談深入一點的 甚至還有客座總編輯 我們去一個禮拜去拉幾則新聞出來談 這個都可以嘛 對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說 我們還是要維持住 獨立媒體這樣子的 的一個 就是說他不大 他自然力很高 然後持續去去貼一些重要的東西 因為有時候 雙眼媒體不爆 然後公民記者也達不到的 我們reach不到的 或是說我們也沒那麼厲害 能寫那麼深入的 那畢竟獨立媒體 他還會有多一點 比較專業一點的東西 就是說類似上下游 然後青頭殼 青頭殼也有一些記者 也許你們有機會 你們就去多去這些 多去這些獨立媒體看一下 虎耀網 剛才有人知道虎耀網 當然凡知識一定要看 甚至你的東西 有可能就貼在這裡 對不對 不是現在的 PNN 就是我剛剛講的PNN PNN其實它是公式的 它是公式的 他們叫議題中心 因為我有跟那個負責人聊過 因為公式來講 它有時候一些題目 在電視上面播過就沒有了 電視上面就沒有了 可是它可能有一些 是可以有連續性的報導 所以他們就 這個是一個網路 我講的都是網路 他們就是一個網路 然後那個議題就 持續累積這樣子 甚至它這邊會有一些 我現在沒有連網路 譬如說它有一些直播的節目 就是上次文姿有上去上的課 就是我們要教大家怎麼做直播 嗯 那個有沒有錄起來 教怎麼做直播的東西 有沒有錄起來 有沒有放YouTube 有啊 在PNN的直播裡面 有三則 我們第一次上課 上次已經是第二次了 我們第二次沒有直播 因為我們那時候要實作 我們就沒有直播 第一次是 教怎麼做的有在 可以找得到嗎 我們第一次比較沒有實作 第二次來直作 第一次是比較介紹性 在PNN的直播裡面就有 去找一下 我們的名稱就叫窮人SMG 雖然我們很窮 可是我們是有能力做SMG 然後另外立報 立報它雖然有報紙 可是網路上面也都看得到 所以立報的記者都很厲害 有認識立報的記者嗎 宇龍 宇龍認識 其實他們還有幾位 只是宇龍比較熟 那他們的東西也都是會在 網路上面都看得到 那另外公民行動 影音記錄資料庫 這個是 美理管道教育基金會 那個管東翔老師 他們去申請的一個 我各位的案子 就是去把公民行動 公民正在 比較多是那種抗議的場面 我們說抗議其實它在表達一些 一些禮題 然後他們就會把他記錄下來 不過可惜他們應該快結束了 他們是一個國歌的案子 可能好像下個月就要結束了 可是它裡面會有很多影音的東西 因為他們是以影音為主 可以去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叫莫拉克 莫拉克 就是八八水災成立的 它報導的可能比較是災區 南部一些災區 八八水災可能 那這些你假如想看 跟一些商業媒體比較不一樣的新聞 建議大家就可以多來看 像有時候我來看 來看這些網站 那我就會知道說台灣 其實還有發生很多事情 我們在商業媒體看不到的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裡去看到 甚至好 搞不好你究竟的 也許大家住的不一定在這裡 你可能究竟住哪裡 像板橋板橋什麼 什麼類似的 也許我可以 我就可以再去多深入去跨 去追一下 可是你可能在商業媒體 就是沒有一個機會 好 然後再過來 也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碰到 或者說大家還沒有開始 真的去採訪 就是說 你要去採訪 你要問你是誰啊 你是哪一個媒體 你們有碰到這樣的狀況嗎 有 有 有 那怎麼辦 我剛開始就到採訪前 後來不得不於明片 那你認什麼明片 我的明片 環詩的明片嗎 當然不是啊 環詩 我根本他們說我的答案 他們可是有水準 不要講到 講得重 不好意思 這我的明片 我是公民記者 黃初黎 這樣就有效嗎 有 有效 那他們有手機嗎 有 這個不是 這是 借我 借我 有有有 我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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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碰到這樣的問題嗎 人家問你是誰 你可以來採訪這樣嗎 有沒有 有啊 有碰到一隻手 他就把我不用講 一定有 甚至他還跑去監察院 告人家不給他採訪 你有機會再跟大家講一下 那天早上 人家不給他採訪 然後他就馬上跑到監察院去告人家 你吹我明片 拿給你啊 所以 所以有多少人有碰到這個問題 沒有 那是因為你們還沒去採訪嗎 是嗎 對 對吧 所以 假設你去採訪 人家問你說 你是誰啊 你是哪一個媒體的 那你怎麼辦 那你這個名片錄出來就可以了 對 因為不好意思喔 就是 那個 現在只要上新頭殼 我的 在首頁 平均 我一天有 1.5天的在首頁 那所以說 如果我去採訪的對象 他可以拿得到 網路 他手機馬上上 就一看 真的耶 不是詐騙集團 真的有一個好處 那真的有新頭殼 因為 獨立媒體一般人家很少聽 那公民記者其實他需要靠行啦 那所以我 我就是靠行在新頭殼 對 那 所以 所以你的名片是新頭殼 不是 這是我的名片啊 這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提新頭殼 下面沒寫新頭殼 我有兩個部落格啊 部落格裡面 背後那個 不是你上面沒有寫新頭殼 對啊 這樣人家不知道新頭殼 或者說 人家問你新頭殼是什麼 我會給他這一招再輔助說明 所以你們可能去採訪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嗎 像我們都會遇到 甚至說 你是 別說人家扛攝影機的對不對 人家扛攝影機的 或是那個 那個很有架式拿筆的 用泡紙的拿筆的 我們來看喔 你們可以進去 你是誰 你出去出去這樣子 你們以後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這是實話 這是實話 可是喔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概念 我們就要去爭取 不一定成 不一定會成功 可是我們就要去試著去爭取 你就說你是公民記者 公民記者 或是說有可能你以後是環織的記者 那像現在我是靠 我是靠公民行動的記者 我請他們幫我印一張名片 雖然公民行動人家也不知道 什麼是公民行動 可是因為公民行動 他常常去跑立法院 那個立法院像那個 中山南路那個都要犯證 後來拿公民行動的 公民行動的進去 他有一些比較新的那個歐巴薩說 公民行動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 我們常常進來 那你就知道這個過程是 其實我聽他們講 一開始公民行動 人家也是不讓他進去 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一直去 我們一直去 我們一直去 我們是公民行動 我們是公民記者 我們就是可以進去報告 那後來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七月去年七月的事 那時候好像是一個偷拍案 我有點忘記了誰的偷拍案 然後就是請大法官示現 到最後他們大法官多說了 一個就是說 其實你一般人 新聞自由不是說只有保障你 是新聞機構 比如說電視啊 報紙那些 應該是你一般人 其實我這個是紅字 清楚 一般人 他沒有講公民記者 可是他講一般人 其實就是在植物 當你是 你去採訪 你只是 就是要去把那個事件報導出來 然後讓大家了解 以監督政府 這是有正式的大法官示現 對啊 這一段是大法官示現的 我們又把這個帶著去 公家西外水口不拒絕了 可以啊 你把這張印出來 對啊 或是這則報導 你可以去看 在Youtube上面有 這個是 去年7月30的新聞 那個記者有來採訪嗎 因為他在問說 像我們這樣的公民記者怎麼辦 他說人家 他只用我一段話 他說人家就不當我們是記者 就是說我們比較早以前的 所以我們一些 比較早期的經驗就是 人家就是 你是誰啊 你是什麼記者啊 人家扛大攝影機的 那個都不用說我是什麼記者 對 進去 進去 那你是誰 我說你是老家媒體的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要一直去 這個觀念 這個觀念 我們一直 應該說 怎麼講 一直提醒 或甚至你要去衝撞 好奇寶寶真的跑去 監察院告說 人家不給他採訪 類似 類似這樣的 我們要去凸顯說 其實我們 要新聞局 對啊 新聞局不讓我去 對啊 新聞局不給他採訪 我跟新聞局自己 都沒有這個觀念 是啊 那個 我覺得那個不是絕對的 不是絕對的 而是說 而是說 我們去 真的要 抓住每一個機會去 去凸顯說 其實我們就是有權力的採訪 就像我剛剛講 公民行動一開始 他們也沒有 你即使用公民行動 那人家 公民行動是什麼 那你也不是什麼電視 也不是報紙 我們就是不知道啊 那你就常去嘛 那是因為我後來 後來我 拖他們的福 我是公民行動 我拿出來 進去 他也不問你是誰 因為他們很習慣公民行動來 那其實假設我們說要去立法院 因為立法院要換證啊什麼的 你就換啊 甚至是你就是公民記者 那讓他們習慣這樣的東西 那可能一般 一般在外面的 那個可能沒有那麼多限制 那你們 你們願意的話 你就立個影片嘛 他多跟 多跟那些媒體交流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 你們真的採訪 慢慢就會有那個習慣 有兩個我覺得很重要 你要去守勢的 就是其他的媒體 其他的媒體 不要 不要自覺 卑微這樣 不要自覺渺小 可是也不要膨脹說 我們公民記者就很大 商業媒體都很爛 不要這樣子 其實那個關係要很好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議題 是需要他們去報告 這樣子那個範圍才會擴大 然後第二個 某一些議題一定會有NGO 對不對 什麼議題 可能有什麼NGO在談 那他們一定是很深入的 因為他們一直在耕臨那個題目嘛 所以你NGO 你要想辦法去守勢 那當然有一些題目 可能是當地的記者 什麼當地的題目 那去認識一下 那是不是就會 某一些NGO會進來 然後大家一起去 那其實 我像我當公民記者 到最後 也許要跳脫一下說 我們是一個報道者的角色 因為有時候 某一些關心的議題 反而會比較投入 甚至我會是一個行動者 也許不是那麼明顯的行動者 那個不是鼓勵你們一定要這樣子做 可是有時候你會對那個議題 會更深入了解 可是就是要花比較多時間套在那裡 就是去多深入 因為有些什麼狀況 可能是在某一個什麼樣的時間 什麼樣的場合你才看得到 那樣子才會更深入一點 請問 有一句話說 公民記者是記者還是公民 您對這句話的答覆是怎樣 我想問大家 我想問大家 你覺得公民記者是公民還是記者 是公民也是記者 對 是公民也是記者 哪一個多一點嗎 不用嗎 多一點哪一個少一點 可是你覺得這樣有沒有問題呢 有些比較有怎麼樣 有些難民 嗎 好 不可以說 那不可以說 感谢观看